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入剖析 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 美洲贸易在谈判 看似有曙光 或许暗潮汹涌 因为看来川普挺蔡英文 习近平就见得金正恩 一个牌桌上面 各自都有牌在打 谁怕谁啊 那最新的卫星照片 看得出来北韩的核武设备 完好如初 台湾的国防部也宣布 今年的军演要扩大规模办理 看起来 台湾跟北韩都心知肚明 就算自己被当成了棋子 也必须要寻求自保之道 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 美欧所的研究员 汤少诚 汤老师 大家好 明镜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恐特情专家李天桌 永康 大家好 我们欢迎全世界在包括MOD 还有部分的系统台 以及在YouTube都看得到 那很多网友经常去YouTube上面留言 永康也都看大家的 在批评指教 像上个礼拜网友的留言 哇 上好几千则 我也稍微都浏览过 我们想要做个小小的民调 观众朋友在留言的时候呢 不妨你所居住的城市跟地区 或者是国家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大概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来了解 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收看这个节目 对不同的议题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解读的角度 让我们作为未来做节目的一个参考 好 我们就先来聊一下 这中朝友好变麻吉 金正恩第四度见到习近平 这次见完之后呢 也有一些比较多的共识 包括了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的问题 也会接下来穿进二会 赢得国际社会的欢迎而继续努力 那CDP也答应 接下来可能四五月就要回访平壤 先请那三位来宾 如果用一个字 或者是两个字来做解读的话 你认为这一次的见面 你怎么看待 用一个白板给我们看一下 老师说赞 委员说赵门的赵 那天罗哥写个赞 老师先讲 这个赞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从金正恩的这个 角度来看 他一个这个 等于说是小的势力 可是呢 他的这个表现 像是一个大国的这个规格 意思就是说 他虽然势力小 可是他把两大国啊 一个中国 一个美国啊 玩弄在手掌当中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全球 可以说是全球 他是教科书犯本的 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他而且 又年纪那么轻 35岁生日刚过 那你说 这么 简短的 他的这个经验 阅历 而能够有这种表现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 确实是有两下子 而且你现在想想看 不要说 十年以后啊 十年以后 现在我们台面上的人 大概全都退休了 他还可以再干三十年 是啊 他才几岁啊 他才七十岁八十岁 而且没有任期制 对 对 所以说了 那所以我说这个人 我是觉得说我们不可小觑 你的赞是给金正恩的 我给金正恩 同时那当然了 你说这个习近平这边 他当然也希望 等于说是打朝鲜牌 给美国看的 意思就是说 川普打台湾牌 对 所以说了 北京就打朝鲜牌 对对对 好 所以有个赞字 那我以为你的说是一个 罩门的罩 感觉是比较负面吗 不是 我是说他去求人家罩他了 求人家罩他 求员 求员 他求 求员啊 就是基本上 穿金要二会了 我们估计大概二三月就要二会了 所以 这次美国不可能让你都没有进展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是要往前走 那当然金正恩也是抓得很紧 比如说 你看他一些照片 基本上重要的核设施都没有拆 那是因为美国还没有解除 对他的 制裁罵 所以他也要在制裁上 要有所进展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应该是完真的 完真的就是 美国一定会要求两个 就是说 他一定要是一个时间表要出来 那第二个是他是可以检查的 而且不可逆嘛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那可以检查这个 检查程序就是大学问的啦 所以他当然要问北京的意见 那可是我们坦白讲 最近事实上是同时发生很多事 是啊 所以北京也有所求于北韩啊 因为我们知道1月7号 中美台湾开始嘛 那小胖生日是1月8号 那事实上1月7号还发生另外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驱逐舰进出西沙 同时发生喔 然后英国 又突然之间在1月6号宣布 他要到南海建基地 那法国也说他要跟进 所以我的意思说是有很多事情在酝酿中 然后还包括美国通过那个ARIA 就把台湾纳入印太体系 也是这1月初 所以北京也看到美国在 搞贸易谈判的同时也在搞 南海跟台海的布局啦 所以他当然要把朝鲜拉过来啊 说你不要忘了我还有这张牌啊 你不要以为 只有你有政治军事牌 我也有啊 我也有啊 等于是互取所需啦 这金正恩到了北京呢 就是为川建二会 先取得 不过有一个案盘我们要调 案盘 因为北韩他是带一个很大的队伍去的 所以我不排除1月8号北京有送压岁钱 压岁钱 没人家生日啊 送了什么压岁钱等一下节目来请教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坤多哥你的是正 正 因为我坐在郭正亮堂里 真解正 而且而且金正恩也是正 那么 其实在这一次他们两个的相会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从以前的传统血盟关系 现在已经演变成为正常的全面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对对金正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重要在哪里 他能够在这么短短一年当中四次去访大陆 而习近平 一届面的随行人员换了六个 包括军事方面包括这些都各有任务 所以所以在这一次已经从传统的血盟变成正常的正常的关系 而且西方的观察家也充分注意到就是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大陆 他展现了他充分的自信 而不像以前我们认为 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评论他的时候金小胖金三胖什么 可是 他现在已经完全 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跟习近平 平起平坐 即便胖 但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 而且这次习近平跟他达成四个支持 一个希望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 我等一下讲那个第四个 第一个 中方支持朝方继续 坚持 半岛无核化 这是 中国大陆一再要求的就是说无核化 坚持朝政 可是怎么走没讲 第二个 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 第三个 支持朝美 举行首脑会议 解决 会晤 并取得成果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次谈 一定要有成果 这里面充分的习近平把很多的情报 第四个最有意思 第四个讲的是 支持 有官方 有官方 谁去解释有官方 他两次讲有官方 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的关切 而且他在一个希望里面就是说 希望朝美 相向而行 就说 你们一起朝前走 而不要他走东你走西 中方愿同朝方 及有官方 一道努力 官方 有官 有官 有官无官的 那 我根据这个解读就是说 北韩 他也不愿意称 日本 其实应该指的是日本 希望有官方 所以你看他这次 而且完全对等 他们所有的这个 公布 从开始的时候 金正恩正式的头衔 朝鲜劳动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那称习近平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他用这两个 这是新华社官网发布 所以给了他充分的面子 是 有自信的竞争到了北京 这团获得了什么 刚才委员提到一个重点 刚好 这段时间防北京是他的生日 生日要生日礼物嘛 有拿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列几个 包括了第二次川金会 加买保险 刚好我们列出来 三位来宾也都提到了 对美国提高北韩的身价 中国对北韩提供金元 今天我想请到委员的是 刚才你提到 他们各取所需 为川金二会 朝鲜方面 向北京多了一些保险跟保障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十几点刚好 也众多势力进入南海 美洲也在贸易谈判 这个十几点 习近平见了金针 也是间接的告诉美国 你要解决川金半岛的问题 还是要靠我北京方面一些给力嘛 对不对 那你来告诉我们一下 你刚刚提到说 可能有些案盘 案盘的生日礼物 最可能是什么 是 金元吗 不 坦白讲还在制裁阶段 北韩什么都需要大陆 全都需要 比如说现在是冬天嘛 嗯 冬天他最需要就是粮食嘛 能源的有效供应 然后还有外币 那朝鲜币人家又不承认 人民币是不是要让他作为一个过度的外币 这很多都需要大陆支持 所以我认为 那当然 因为事实上刚刚讲到那第三点 就是说未来要有具体成果 对 那就预期未来就要发生 那如果发生就不只是 就是 你这个费荷要有阶段性的落实 还有接下来美国给我解禁的时候谁要来投资啊 不然谁要来投资 有点招商的味道了 不当然是啦我觉得下一阶段 坦白讲最近是在 川普也要接近进入选举 这个模式了 所以 中美的贸易谈判 停停打打 他到了一定阶段还是要稍微停一下 让股市休息 像连拉五天啊这样 然后 那个美 美国跟朝鲜的谈判也是要有一点落实嘛 那这两个坦白讲就是川普的政绩啦 因为这两个是欧巴马没有做到的 就是包括朝鲜的成果 还有 中国的让步 我觉得这个川普都 认为他一定拿得到 而且我也认为是事实 好这也是他的一个值得的成绩单嘛 有一个最重要的 他上一次去也是 几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去最重要的是 他要种子 就是冬天嘛 冬天他要去栽种的种子 上一次 上一次大概12万吨吧 的种子 给他这一次 那他是缺粮很严重 对他缺粮很严重 甚至于种子 他去 要粮食你只能吃一顿 要种子 过种 好 这一次我们看一个最新的卫星照片 这是美国一个智库所公布的 这是在 北韩的宁边设施 是下大雪 所有的屋顶都积满了雪 唯独这个 看到这个 这个屋顶上面没有雪 那专家解读 这可能是又浓缩工厂 疑似还在运作 所以里面是有温度的 造成他的屋顶是没有积雪的 以后应该漆成白色 我觉得这个建议如果北韩有看的话 搞不好早就做了 不过到了夏天怎么办 夏天再漆回来吗 夏天漆回来 天罗哥你看这个会不会影响川级二议会 而且接下来就要逼他提出所谓的时间表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的川级二议会基本上 站在双方来讲都各有所需 第一个 第一个需求最急迫的是川普 他一定要取得成功 否则的话你看看他国内烧到那种地步 他不知道该从哪里 去翻身他的 什么 那对于 金正恩来讲 你注意到没有 两次会谈之前他一定先跟大陆去谈 大陆他要谈什么 第一个 他提供了他足够的情报 第二个 在整体的 东北的这个局势里面 双方角色的各自扮演 因为 川级 这个川级会完了以后 马上 他们都会互相通报 而且这次 这次他们两国会 他跟中国大陆会 最重要的把国内的状况全部都举报 那我现在发生什么 那么这里面包括 所以我认为说 这次 金正恩去 是一定会给美国有一些的条件的统一 那这个条件的统一 避免 美国 在阻扰他跟南韩快速的发展 啊 了解 不过你来解读这台湾跟北韩 刚才三位来宾都有提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 在前两天 这个 习近平跟蔡英文发表的元旦谈话之后 这美方当然是顶台湾嘛 那也立刻看到 北京就见了金正恩 看起来从很低调 不去惹麻烦的 现在变成 很强势 老师您怎么解读这个 微妙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情况 让我感觉到呢 如果说 蔡英文这边 他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调整 当然我想 第一个当然是内部 那第二个就是外部 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短期行情了 我不能说是一日行情 短期行情 就说你一下子 可能 你的这个声望 会回复一下 可是呢 马上 又回来了 又 又回跌了 那他跟这个金正恩最大的差别呢 是说金正恩呢 他确实有他的手法 两面下注 那蔡英文呢 是孤注一指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一面倒啊 你北京那块你怎么弄啊 那他就持续给你压力嘛 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办法说 我拉一打一嘛 那你现在等于说你完全听美国了 对不对 那如果像 比如说我们举例像这个 他说根本的差异性 是因为蔡英文有选票的问题 金正恩没有 那当然啦 当然是这样嘛 可是你一般来讲 你是如果说你是要 在这个 两 强之间 或是两大之间 你要有一些展获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你的活动空间 你的挥洒空间 你的空间就是拉一打一嘛 你不能说我完全听你一家的 然后呢我完全跟他对着干 那万一你跟他搞不好又怎么办 那所以说呢你一定要 有一点空间 然后呢你可以拉这一派打那一派 然后拉那一派打这一派 那 他呢 你说这个 金正恩呢 他就在这个部分上面 他淋漓尽致 对不对 他把两大国玩在手上 那老师你看 蔡英文有拉一打一的可能性吗 现在基本没有了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 你现在要怎么转 你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对不对 那你一转的话 你内部可能就 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那可是 所以说现在 他可能就只有在专注内部 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在内部 你还有差不多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看看你可以弄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让老百姓对你们 或对绿营 可以重回 重新拾回你的信心 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那可是我说对外的话 那就很难办了 老师说的 蔡英文的孤主一致 在今年会发生什么事 包括了国防部在这个礼拜也宣布 今年的军事演练 都要扩大规模 我们回来聊 但习近平跟蔡英文 在元旦的谈话争锋相对之后 美方的反应如何 终于说话了 这美国白宫的官员 做了一个回应 他们的国安会 说美国拒绝以威胁或武力的形式 逼台湾民众就范 所有的两岸之间差异的必须要透过和平的形式 建立在双边的民意之上 北京应该停止对于台湾使用武力的威胁 并跟台湾 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 来进行对话 老师 这个美方官员的回应 好像晚了一些时间 迟了大概一个礼拜有了 为什么会迟那么多天 他不但迟一个礼拜 同时他还蛮低调的 相对过去的发言 对 意思就是说 我想他目前可能也是觉得 如果说在这个部分 他太超过的话 那可能 这个反应 他是不愿意见到的 所谓反应就是北京的反应 对不对 现在你看 这个习近平 1月2号已经讲了这个非常重的话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台湾这个问题 你们美国扫管 意思 他在美方在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他的这个 手腕的这个拿捏 是太厉害了 美国最近股市跌太多了 也不想得对北京在贸易上面 股市现在稍微 不想演一个缓和戏 稍微好了 不是 他现在 中美之间的这个 传出比较好的讯息了嘛 所以说这个股市又稍微回来了 对 就是因为北方 北京方面要配合能够缓和的讯息啊 所以这个发言才三文队低调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啦 可是我是觉得说 他在对台湾的这一块啊 他的这个手法 真的是 世界一流了 世界一流了 他并没有讲心的 他支持台湾反对台独 所以说他很多东西的都是 他是自己在玩的 可是呢 他又不愿意说被你 被台湾 脱下水 万一你台湾走得太过了 北京桌子一拍说要动了 那对老美是 非常尴尬的事情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要避免 那怎么避免 那就是 抓着蔡英文 很多事情你不可以做 包括什么喜乐岛 包括那个什么 这个 冬奥的公投 这东西都不可以动的 不可以碰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老美的 他的这个 设下的限制嘛 那否则的话 你这样子搞来搞去 那搞得到时候 收拾不了了 那收拾不了 那美国是真的是很尴尬 我以为你刚才讲的 这都不算新的 没错 但是美国在过去的官方的发言 都会 只要提到两岸 都会说我们遵守这个美中三公报 台湾关系法 基于以上原则 怎么样怎么样 这次 美国 中国三公报 跟这个 台湾关系法 都没有提到 发言内容 因为这次 因为北京的那个包括政治协商 他就直接跟各党派 那台湾把它解读成 不惜绕过民选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重点 倒不是在反对武统 而是说要跟 台湾经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进行对话 重点在这里 那这一点也是美国的既有立场 这也没有稀奇啊 如果你说是 这个国会推的那个area 那个进入亚太体系 那那个大概是新的啦 因为把六大保证给台面化 不过我这里要 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跟 朝鲜 我们跟朝鲜是很不一样的 第一个朝鲜他手上有原子弹 那个就是筹码 那个叫做刚性筹码 就在他手上 他可以威胁别人 甚至 还有可能射到美国 那第二个是 他本来就是六方会谈的成员 他是国际承认 他外交没有问题 台湾这两个都没有 所以台湾要示战也不太能够示战 所以你没有筹码嘛 所以你没有把 没有办法把这个 没有办法玩两方啦 当然我也同意蔡英文 对大陆方 玩得太僵硬啦 可是我坦白说你要玩两方 要玩像金正恩那么大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就是 因为美国也会跟你提要求啊 比如说我们最近国防部在抱怨美国给我们的军售的价格太贵 表示美国也没对你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你已经一面倒了 他还是没对你很好啊 他都通过你一些法律上的啦 吃定啦 他不用花太多钱的啦 我卖多少价钱你还是得收啊 不现在在谈价格 因为比我们预期高出三分之一 那实在高出太多了 吃人够够 而且是旧的 所以 我们国防部不能接受嘛 这个立法院也不会通过啦 我说实在话啦 所以台湾的处境是比北韩要困难很多的啦 唯一是说我们经济还可以啦 可是你如果纯粹从政治军事 那你是跟北韩差很远 委员点出了北韩跟台湾的不一样 确实有些 难以去施展的一个处境 不过我们来看 只要是美方发表谈话之后 对岸大陆总是会有一些 不一定是正式官方 但总是会有声音出来 不管是官媒或者是退降 不过这一回的发言的是 何雷他是解放军的中将 应该是现任中将吧 他是前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 不过现任中将 他说将来一旦迫不得已的时候呢 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极少数的台独分子 是必逞的战犯 天罗柯你怎么看这个讯息 他这是点名 少数台独分子 对对对 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把台独开始做排行榜 基本上有人民对照的吗 有有有人民对照的 基本上是这样 再朝这个方向走 但是在看这件事情上 有一个有一个还 好的就是说 每一次对台湾比较强硬的发言 都把它列在解放军 跟这个环球 这两个系统来发言 没有超出这个系统发言的 前段时间国防部的发言人有发言 他们的国防部发言人 那个是说他比较正式的警告你 那这一种的发言 就是说是抛出来的 这个都不是现在 对 抛出来的以后 这里面有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 郭委员讲的还 蛮好的就是 承认这个在小英在处理 处理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 他是破坏掉以前我们所有的系统 而且推翻所有的过去 他认为过去这些不管从情报单位 或者是做 军事国防各方面 都是 国民党的人 这点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而且我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把这个 我们讲今天解读共产党 中国 中国共产党他们讲话 我们从以前就研究 共产党理论 我们正在学校是一定要研究 而且到了国安局这方面只要看得够 讲穿了两个 他们两种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用思想斗争掩护权力 那这样的方式 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个正的一个反的 然后两 统一战线的是 对啊 拉最大的 把那个最大的好处工农兵群众全部拉来 孤立你一小撮 这一种的手法方式到现在 我不认为民进党有人去研究这方面 民进党的群人是研究苏维埃 研究中共的历史 可是没有去研究 共产党建政以后 他们从维吾史观整个 转过来的历史 他们没有多大的改变 但是 灵活运用 这点 这点一讲 就讲穿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国际情势也好 民进党的死穴也好 走的路也好 没有 没有灵活 面对对 你说相对灵活 对 我们来看习近平在2019开年的第1号命令 签署了中央军委2019的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了一个开训的动员令 当中特别提到 全军要扎扎实施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工作 老师你来看这个讯息 算正常吗还是有些不寻常 当然 我觉得是也不能说正常也不能说不寻常只是加码 加码 加码的意思呢 就说现在的这个情势呢 可能比过去这几年来的要更加险峻 所以说呢 必须 做好战备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面临到的这个情况 那随时会有状况 那会有状况的话 当然我必须准备了 你比如说现在我倒觉得说 可能就是南海跟台海 这两个地区呢 那可能 出状况的几率会比较大 那你说其他的地方 那你像譬如说你说跟印度 我想这里大概就没有那么 那么样的危急 那你北边是OK的 北边是这个俄罗斯 那你这个朝鲜这边那也都还好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 现在有立即的危险 就是台海跟南海 尤其现在这个南海 南海这边我倒觉得说 以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好像他的这个 危机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 可是比较大 我倒觉得说 就算 你在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插状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这种 这个 火急炮急 可是我觉得 不会升高到 国家的开枪 比较大的 这种 战争或者战事 意思就是说 现在双方其实都没有这个意愿 可是呢 都有一股气 都觉得说你看这个是我的 你看那个是 他不合法 等等 他有一股气在那里 那有一股气呢 可能你就要稍微的让他放出来一下 那放出来一下 那大家可能就 见好就收 或者见坏就收 你必须要设下一个停存点 因为双方都觉得说 你如果再走下去的话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可能 在那边会有一些小插状 那可是呢 应该不会 会有一个升高的这种情况 老实说双方有气啦 但是也不会 坏了整盘局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司令也准备要去北京好好来谈一下 寻找一些避免 真的擦枪中火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回来来聊 不过我先再请教一下委员你看 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谈话跟动作 在接下来 一年当中 台湾面临总统大选的过程 民进党 应该就希望 多多益善吗 其实最近 都是敌对式的谈话居多 你可以看得出 我成功拉台的蔡英文 那个是指习40周年谈话啦 说后面 包括对朱温的谈话 比如说就是那个朱大概从大陆飘来的 那比如说外交部的谈话 我很少看到外交部这么积极在 批大陆啦 比如说昨天发了一个 那个推特嘛 推特 因为大陆推特抓了几个人 那外交部出来喊话说你怕什么 这个 这很罕见啦有这样的放话 你认为这目前的蔡政府有意识 在发动比较强硬的攻势吗 我认为是要增加国际能见度啦 因为他也观察到 南海跟台海最近的 这个介入方 西方各种力量都 在台面画中 比如说英国啦 因为英国退出欧洲 那就是要对跟五眼联盟更结盟嘛 那就是他们安格萨生系统的 比如说他说他要在新加坡 也要建个军港 然后也不排除到南海建基地 那我们就看到中央社发了总统的新闻 说他表示欢迎 这个也是很罕见的啦 后来又否认了 可是问题是中央社没有改稿啊 中央社那个稿子还在 这个一题等下段也会特别来聊一下 那另外一个 当然北京也看到台湾要选举嘛 那他也觉得 独派蠢蠢欲动 比如说 有人就要发动 郭备宏他们就要发动 就是制限公投 那也不知道民进党谁要选总统 那会不会是更毒的人出来选 不知道嘛 所以 我们就看到11月24号选举结束 大概隔没几天啦 大概12月 出了 绕鸡又开始 那个军机绕台又开始 然后他这次事实上还有一个声明 他是鸡跟箭要绕台 箭也包括在美 所以我觉得他是确实有一些 动作在布局啦 那另外也包括他现在对外也开始把那个推动 两制台湾方案 这个已经浮上台面 包括这个崔天凯在美国对侨胞公开这样讲 那表示刘洁一大概也要推吧 那我也不知道吴敦一未来如果国共论台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啦 不过总之就是说这个议题被浮上台面 就是两制台湾 变成 现在进行事 已经不是愿景 已经进入行动面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都是新的局面 刚刚委员提到 如果对岸 他的军事一些行动 是有计划性的在铺 天路跟你的观察 那蔡政府的一些回应包括了 蔡英文自己的谈话 跟刚刚他提到的外交部的强势 也是有计划性的让两岸升温 让绿营接下来也都好选吗 我觉得那个蔡英文的一些做法是因为他尝到了 当他强硬对 对大陆去回应一些事情的时候 的天头 天头 但是我觉得 习近平这一次 这次在年初 的正式的布丁 是要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 一直到去年的时候 习近平才完完整整的掌握了军权 包括调整五大军种 调整军区这些 那么 他从完了以后开始做演习 强调 要 要这个完全以实战为主 而且你看他这一年整个的军方的调整 另一个 军种的调整是非常不容易的 打破了过去以前 解放军的惯例 以前的解放军只有 只有陆军没有其他的 他把火箭部队把二炮把这些 整个完成完完整整的调整 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能够把过去那么大的机席 扫掉了以后 整个的部队的调动 重新的调动部署 跟 组合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做 今天中国大陆做到 而且做到了以后 迅速的加强了海军 跟空军 而且 最重要的是他的隐形 战机的那个部队才是可怕的 所以 所以你反过来讲 就是说 我一直在看我们的国防部 在做演习的时候根据什么 包括老美的讲话 是11月3号 陈永康以前的海军少将军讲的 他说我们希望美 美军能够 阻止中国大陆 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去对抗 我个人根本 不认为有对抗的能力 你没有这个条件 都完全失去了 如果说你要对抗 你怎么去对抗 你的空又没有了 他的 他的银河 他的这个银河系统 北斗 已经完成了布置 我上次到北京 到云南去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 光光看他导航系统 我就想到 糟糕 我们这个仗没有办法打 因为他应用在战场上的时候 你在哪里 他的指挥到哪里 战场打仗 石兵打好了 最大的问题是通讯 你不知道通知管 你没有通讯的时候 你没有方向 没有路线 他们完全掌握 这个 第二个 他不要跟你 我们还在讲传统的战争 他跟你打隐形 那个五人战机好了 你今天老美 敢航空母舰来吧 来的时候他出一 他航空 他的五人战机 做过一千架的编队 每一个五人战机 带一个炸弹好了 漫天铺海 像蝗虫一样来 你的航母你敢来吗 田鲁哥讲到这样的话 好像这个 很难对付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华游的一个专家的分析 他说 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的话 风险是异常的高 老师你来看 既然刚天铺哥都讲了 如果单就军事层面来讲 好像攻台不是任何的 问题 空战不能决定在地 一定要入军 但华游写这一段 他说攻台的风险异常的高 攻台湾会伤害中国的经济跟亚洲的地位 引发中国会侵略邻国的疑虑 纵使拿下台湾 也会损及中国的和平感 老师你怎么看这段话 这个当然啦 那个我们是 现在还很难想像 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这里面就是要看他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而且这个 时机的拿捏也很重要 你譬如说 在以往的话 我倒觉得说 他可以譬如说在 这个朝鲜这边点火 在伊朗那边点火 先把老美的势力把它引开 然后他才过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想象到的一种策略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他可能是用一种这个手术刀式的 那或者说呢 是用电磁波 就是电磁波是不伤人的 可是呢你所有的 你的这边的所有的 全部瘫痪了 那你怎么打 对不对 那第三个呢 是不是说用围成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我把你围着 我不动 那看你怎么办 那台湾内部是不是会乱成一团 对不对 那所以我想说 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人的因素 可能还是比较重要 所以人的因素 是台湾内部的情况 就是万一真的 他已经有这个迹象了 那我们台湾内部 会不会乱成一团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还更重要 那乱成一团 那到时候他只要来接收就好了 他更不必打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说 这里头呢 这里头有太多的变数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走上这一步的话 你说其他的地方 像当然啦 我是觉得日本是有一些 可能有偷袭的这种 做法 可是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倒觉得说他可能就通过 日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 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就准备好了 只要你那边有状况了 我这边马上 日本关系法就通过了 那意思就是说以后呢 他要跟台湾要怎么样的话 他可能就有一些更大的这个空间 那你自己说是澳洲 澳洲太遥远 你说他要来怎么样 来介入这些事情 我倒觉得几率不大 那现在重点当然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 你必须要撑两到三个礼拜 因为他那边还有一些程序要办 你不能说我马上就来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台湾你能不能够有这些 能力 能够撑到那个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老师提到一个 人类因素占 重大的一个比重 那会不会乱成一团是关键 台湾 很容易乱成一团 因为我们的新闻频道太多了 我们休息评论马上来 这礼拜国防部做了一个宣布 2019年要加强军演的强度 里面内容包括了 所有的军演都是根据最新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情情资 而做的设定规划 而且备战的强度将大增 目的就是要反制 中国日前再度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 来 天罗哥 所以这段时间不止蔡英文反应强悍 外交部强硬起来 国防部也硬起来了 你怎么看 外交部国防部都跟着蔡英文走 蔡英文喊打 他们绝对不敢喊说杀 他喊打他就说 打打打打打打 要的整个打 不传出这一次今年 有想要邀请美军加入台湾的军演 想要 想要 那美军会不会来 根本就是问题 因为我 我是军人出身 所以我在看的就是说 看一个部队的时候就是说 你蔡英文上任到现在 你国防部 包括所有的 国防部第1个没有自主性 没有再有以前的将领 有那个将领知道建军的重要 建军怎么建 这是民进党的死穴 他根本就不知道建军要怎么建 你没有办法建出一个军人 他是有灵魂的军人 我常常讲军魂军魂 如果没有灵魂的话 他不用打仗他就撤了 有灵魂的军人会跟你打到一兵一卒 打到要死我还要抱着你一起死 差别在这里 最近听说立法院要删预算 要让官校 要让官校的小哥传承 你就要留四方去当军人 我那个是个别立委 个别立委 你管他什么个别立委都记在民进党的帐上啊 一个传统的人 人家就举了荷兰的例子来讲 荷兰的那个 包括法国的 法国的国歌都是这样子 那是历史精神 我进军校前一天问我父亲啊 我说你当了一辈子军人 你最喜欢哪一条军歌 他当着我面唱 我号不军歌 唱完了以后我的眼一掉下来 六十几岁那种眼神跟那个 就是说 只有想到国家 你现在哪一个军人想到国家 差别在这里啊 你说打什么仗 演习演这些棋 花这些钱花给谁看 你刚提到这个 想要邀请美方来 不代表说美方真的会来 如果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合作的话 为什么 就像之前传的 医疗级的军舰吗 像这样的可能吗 他的合作 他到现在为止 他是有 不穿军服来 看我们的演习 然后把我们的整个演习状况列入 他在太平洋整个防线的这个里面 去作为一个指挥链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部分 并不代表他在你 发生状况的时候会支持你 或者说是 帮助你打仗 而是他把你列为一部分 在什么时候 可以用到你 军人 国军 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独立性 不知道自己怎么弄的时候 你 你要靠美国 就像 一个堂堂一个上将在美国去演讲的时候 我们需要美国协助来阻止 都完了 这个扩大 军演是每年都会做了 规模当然是可大可小 看当时的状况 跟军的一个需求 老师你来看 感觉上各方面都在提升 对抗大陆的一个强度跟印度 那对台湾到底来讲是好 还是风险更高呢 我觉得刚刚这个天罗兄讲的很好啊 就说现在这个 目前的问题就是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的这种问题 不过我倒觉得说这个现任这个 国防部长 袁德发讲的不错 他五月份讲他说我们不会为台独而战 就是国军不会为台独而战 意思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军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的这种思维啊 跟现在的这个当局的思维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了 那否则的话你把他换掉啊 你没把他换掉 那对不对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倒觉得说 这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 意思就是说真的你面临到 假设解放军濒临沉下 那你现在台湾是什么一个状况 我倒觉得说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乱成一团 两边就打起来 我们自己打起来 自己乱成一团了 那他就不必打了嘛 那打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那他直接来接收就好了 那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 我觉得很困难 而且短期间根本处理不了 那所以说呢 那就只有说好了 那我们来弄弄什么军演啊 这个请老美来帮忙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无济于事 因为你本身基本的问题 你根本无法解决 这个扩大军演 让两岸之间的温度升高 对岸是否乐见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吊诡的问题 请教下委员 因为现在 出现了一个很多网友在议论的一个阴谋论 基本上我们看到 习近平讲话一中两制之后 蔡英文的强势回应 接着让蔡英文网路上面的声量 跟民调都有拉抬起来 就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北京 反而觉得说蔡当家的话 就让民进党持续当家 对于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一天要 短冰箱接 或者是真要武统的话 可能比 蓝营当家 更容易下手 更有 所谓他们的 这东西大陆所谓他们的正当性 或者是他们觉得 时间的急迫性 蓝营当家认九二共识 两岸一家亲 反而可能 更难去找个点切入 我为你怎么看这个 所谓的阴谋论 我觉得这个讲法就是不了解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他的任期 我们即使说他做到第三任 那就2021之后 他2021他要达成的架构 基本上还是和平统一为主 不然干嘛 发表这40周年讲话 所以那时候蔡英文任期都已经 搞不好已经结束了 他又不一定会连任 所以你把习近平 想成说他是 故意要让蔡英文连任 然后让我2021来跟他干一架 这怎么可能呢 这完全违反他的战略布局 他的战略布局我觉得 我觉得大陆不是说能不能打下台湾的问题 而是怎么善聊 善聊 因为我跟你讲 空军海军都不能够瓦解一个国家 到最后一定要有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你怎么上来 而且台湾这个地面部队的规模也不能太小 那 台湾的 到时候也会有各种力量进来 也不会只有台湾在打 那而且地面部队如果作战一定会死人 那你就结怨 那结怨你可不好让台湾产生地下游击队 台湾会变成第二个北二来 那这个是北京要见到的结果吗 我不认为是 所以他的 他一定是想说我怎么样弄一个两制的方案 现在开始大家谈 那先接触各党派各种社会团体 让这个 程序开始启动 怎么可能才刚启动就要打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 绿营的票会不会认为 武统是个假议题 也不是假议题啦 就你如果现在宣布台独他当然要打 因为 他就没有退路了嘛 可是 蔡英文现在也往后说啊 比如说他现在就讲说 我们就是要民主保台 比如说要建立那个 没有说啦台湾是有中华民国 跟台湾的统独论争啦 那蔡英文也知道啊 所以不要去吵这个议题 所以刘四方那个意见也不会过啦 我们现在变成是说 我们是为了 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而善 那这个意思就是不是我去反攻大陆啊 也不是我要独立啊 所以我要跟你打仗啊 而是我如果被打 那我们是在守护什么 我们是在守护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啊 而不是守护台独 不是啦 所以这个最终还是会回到宪法啦 就我们实际上是在保护 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法嘛 这个大概是最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价值啦 武统到底这议题存不存在啊 来取决于什么 给大家看整理出来的几个可能性 刚才来宾也特别提到了 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 已经超过了 中国共产党的底线 或者是台湾局势失控 或者是 大陆自己内部的民意压力 逼迫 让习近平必须要出手 加速武统的步伐 我想请问三位来宾 因为 我们这段时间经常听到2030 这个武统台湾的一个文章 你去打2030后面接着武统的文章 在网络上太多了 而且最近出现了次数不断的增加 请问三位来宾 如果习近平要追求他历史定位的话 台湾问题在他任内 必须要解决 可能性如何 耶稣那种圈跟差 习近平是否希望 在他任内 台湾问题就必须要解决 圈跟差 老师认为一半一半的原因是 必须当然我觉得是有一些太强了 我觉得他是 请全力 他希望解决 当然这个东西他就历史流明 可是 现在问题 刚刚郭正亮讲得很好 你 如果说 你把台湾搞得一团糟 然后呢 你下一步怎么办 你这个你还得要 比如说按照他的说法 你得台人治台 你这些东西你全部都准备好了以后 你再出来 你再出手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都不出手 那当然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等于说你还没有完全计划好的一种 策略 譬如说 美国有些什么样的状况了 或者说 不管 包括了你 譬如说美国你 再来一次911 他自己 自己 自保都保不住了 受到了很大的这种 威胁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刚好这块 他可能空下来 对不对 那或者有些什么其他的原因 就使得 可能这个外力介入的这种几率 一下子可能缩小了 或者减少了 那这样的话 那他那边会有 这个更进一步的做法 可是 你要想到 武统或是合统以后 下一步怎么办 就刚才我也所讲的 善良不容易 所以说了嘛 那你起码你港人 要港人治台 港人是港 那你这个台人呢 台人你是不是说台人治台啊 那你这一段你怎么 怎么安排怎么布局啊 那是不是说将来就是他那些什么军队都来了 然后他的人上了 不可能嘛 这个就很困难嘛 天鲁哥是国安跟情报情资方面的专家 你认为2030之前或者是你认为 习近平在他任内 是要 解决台湾问题的 我认为他朝着他的步子在走 第一个他今年的讲话 我们特别关注到一点 他已经把两岸的问题进入实质程序化 已经进入这里 即便没有时间表 但是实质程序 实质程序化已经启动 这个启动就是一种压力 第二点 那在处理两岸人民之间所有的问题里面 我个人认为他已经分散 就是说 他今天逐渐的把你的态度 预说在一小撮的范围 工农群众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已经开始在分散化 那也给他的 实质的来解决台湾问题做了铺垫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看从小英以后 还有谁 独派的思想是那么强 郭北宏那些根本就是不算流的 包括民事的这些 包括现在讲的 他几个 几个斯大佬 谁听他的 在年轻 在终身这一代里面 独思想最重的 其实是小英 包括邓丽君 郑丽君这几个 并不多 你到了 了不起 赖清德 然后你后头还有谁 做这样主张的 你包括郑文山 包括这些 大家 对于新的看法 包括陈希脉 我不认为说 小英之后 还有谁会强读到 这种地步 而且 你说好了 小英从美国一回来 我们 安全局 李登辉只是 专门人 包括蔡德森 每个礼拜给他上课 上到现在走到这条路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认为就是说 今天习近平也看到 还有一年 你小英今天 铺了全部的力量 要选连任 但是 我觉得这中间的变数 还是太多 那么 他可能算 好 即便你小英一年 即便你连任成功 你再加四年的时候 你能把台湾带到什么地步 那么 是不是提供了他动手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机会跟借口 如果没有 那么他的铺陈 继续往前推 那这个铺陈 说不定 讲起来 如果像委员刚刚讲的 善聊的时候 说不定是一种和谈 是一种方式 他提供了更大的 两制里面的空间 你要不要接受 因为两岸局势 加剧的情况之下 有损台湾的经济表现 2019年 基本上经济 成长率会下修 从2.4到2.2 我们知道台湾的苏贞昌才刚接隔魁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拼经济 但是期待 不用太大 我愿 因为这个一定会影响投资 因为人家就先观望一年再说 一定会这样 因为大的投资都是 五年 至少会看五年 那如果今年 两岸形势不确定 那我为什么要今年做 所以当然会影响到今年的投资额 你认为苏贞昌在 绑手绑脚又是执行赖格魁的预算之下 又跟过去蔡英文的恩怨请求的历史 这个十几点 他愿意接下来 坦白讲投资只能寄望于中美贸易战 大量开打 所以有很多台商不得不必投到台湾来 因为事实上有一些就把他的伺服器 像比如说华硕 广达 他就把他的伺服器的部分就牵回来 那那个完全是因为 必逃中美贸易战 为了关税问题 而不是说是这种新投资 大部分是中美贸易战造成的 所以 川普是民进党的贵人 是 就经济面来讲 所以他愿意接的原因 这也不是说他愿意接啦 因为 这个时候大概只有他能够迅速稳住局面 因为坦白说他的 行政概念程度大概是民进党最高的 那这个政府的管理显然出了问题 就是 松松垮垮垮落落的现象一堆啦 包括政策还没成熟就外泄 像那天那个红包又炒了两天嘛 根本就没有成熟啊 怎么会外泄呢 你认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去年的M53 航线的争议在今年 会重演吗 我 其实我是觉得习近平 这个时候的阶段 他不想做一些不可逆的动作 这我上次这个节目我也讲过啦 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可能重新上台 那他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动作 国民党也恢复不了 比我上次举断交做的例子 那M53这个也是啊 因为他要避免的是 那个刚刚天头兄不是讲 他要把那个他反对的对象 极小化 要把争取的对象极大化 所以你又为什么要去动 做一些会伤害台湾老百姓 长期而且不可逆的事情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做到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分 不同 层次思考 就我们讲到两岸的军事 你就立刻讲到武统 我觉得这样讲太快了 应该说两岸会不会有军事冲突 比如说康熙 他收复台湾事实上 只有打澎湖 他是以战逼谈 我的意思说你不要直接就推到武统 不一定是这样 有可能是 某个地方发生局部冲突 那你非解决不可 比如说1996年 就本来盛传说 发生在乌丘 那如果你在乌丘 小金门或者太平岛发生军事冲突 你非处理不可 现在比较可能 那不就弹起来了 所以不要从这里就立刻推到说 就要武统 不一定 这有很多很多不同阶段 从台海 我们现在聊到南海 我们看这段时间 美中贸易在北京进行 副部长级的谈判 过程当中 金正恩去了北京 那美国的军舰呢 在南海 也再次进到了 西沙群岛 但我们看到北京 美中双方的官员 谈判的照样谈判 但是其他地方 挑衅的动作 照样在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看来美中都还蛮 相对沉稳的 也没有恶言相向 导师这一位 这是美国的海军的 司令部长 理查迅 他接下来呢 13号 即将要到美国去 最主要目的是要去见 解放军的海军中将 沈金龙 说双方能够 增加一些默契 减少军事摩擦的风险 老师你怎么观察 是因为之前你近我 推了一些游戏规则在南海 一直被打破 所以才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会面吗 这个南海 其实它的重点 除了这些国际法的问题以外 我们要知道说 它那个中间的这一块 就南海中 中间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蛮深的 它是一个深海 就跟 如果说从中国大陆 你整个的这个 它的领海来比较的话 什么渤海 台海 什么这一块来比较的话 这个地方是让核潜艇 可以潜入而难以被上面的卫星 侦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打击的一个基地 不能说基地 一个地方 一个海域 所以说这个东西对老美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意思 你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你让它活了 意思就是说你掌握不到的 那你这个 在整个这个打核战的时候 那你可能你的自胜把握就 完全 没有办法掌握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是非要来跟你 较较进不可的 除了我们刚刚 我刚讲的说这些国际法的这些问题以外 那所以呢 他现在呢就是来试探 那这个重点是说12海里 如果你进到12海里 中共绝对驱改 上次不是9月多 他们才差点差撞 对不对 差点差撞你看那个情况 那绝对不是那个舰长他就可以 决定的 决定是军委高层 当时那么危急 那为什么现在已经 隔了一年了到了1月份 司令才要去中国大陆呢 对那个时候插撞完了以后 彭斯就讲话了 那结果后来他们那个波顿呢 就说他们也下 这个 这个开火令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 那就撞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危险 结果后来呢 美国有个航母就访问香港 把整个情况呢 又稍微的把它缓回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呢 按照我们这个 过去的这一段发展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就是跌宕起伏高高低低 那现在呢就觉得说好像 我们现在到底两边 是要加码呢 还是要减码 是要缓和呢 还是要紧张 那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做 很好的一个 我们的看板 一个标准 那现在当然了 重定游戏规则嘛 确认 确认 他们其实都有那种 防撞的这个SOP 都有了 可是你用不用的问题 对不对 你有在空中的防撞 还有海上的这个防撞 SOP 都有的 那 现在呢 当然双方也都觉得说 我们应该 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自己的 这个立场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不希望 说在这里呢 产生什么样的这种 状况 那所以呢 就是 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 所以我所谓的打的意思就是冲撞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峙 那对峙到了一个点了以后呢 那就是我们再稍微退一步 目前大概还是这个情况 我们刚才委员提到 英国现在 脱欧的问题在烧 但他们也想要说到南海 建立英国的相关的基地 连法国的航母 都要来南海 天洛科长期驻法国 法国的航母 我们在中东看过他 当时去的 对 但他的战力如何 那为什么法国要来南海 参与 来参与 我对 我原来 原来派驻在法国的时候 是跟他们的情报单位往来 可是有一次事情让我 吓了一大跳 才去真正的思考这些 所谓的海权问题 六四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从法国 法国的那个港口出来 民族女神号船 开到台湾来 民族女神号船在开的过程当中吗 法国的情报单位提供了他所有的海图 那海图我看完以后傻了眼 你包括所有经过的地方 哪一个地方有灯塔 哪一个地方水深水闻 测一路到台湾 他连你台湾在哪个地方有雷达站 哪个地方的水深哪个港口可以停靠什么 完全清清楚楚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再回头想 为什么英国要出来 大英帝国海上无敌舰队 也是海权国家 法国跟越南跟高棉柬埔塞 这一线的关系 他们清清楚楚在这一块地方有什么资源 有什么东西 当然他的航空母舰 这艘航母当初是为了他用 他到现在还维持到弹射舰载上去的这个方式 那么这是马克宏 因为国内的经济实在弄得太差 黄背心到现在解决不了的状况下 也希望借一些行动来挽回他的外交 来转内销 来挽救一点他的声誉 原来如此 不过我们来看这个刚刚提到英国想要在南海 也要有激励这一段 这个蔡总统怎么回应 他是说任何有助于维持南海和平跟通往 通行自由的行动 台湾都欢迎 也希望全部国家在南海所有这些议题上面 全力合作 和尊重各自的立场 对于这蔡英文的一个回应跟说法 当然对岸的媒体有些报道 他们说包括一些网络观察者说蔡英文是疯了 莫非蔡英文是想要两岸一致吗 环球时报社评当中也提点到 说蔡英文 接下来会转向跟陈水扁当年一边一国的激进立场 这个方向发展 那大陆必定会予以惩戒 所以这个委员 蔡英文会像阿扁吗 在对岸的媒体的眼中是如此吗 那予以惩戒是什么样的惩戒法 因为这次那个40周年那个谈话 国台办的声明是 第一次对蔡英文做指名道姓 他以前都没有 以前只有对赖清德 那以前 他的主要媒体 新华社 央视 还有人民日报 基本上 就讲台湾领导人 那这次是第一次指名道姓 所以当然所有的媒体就放手了 就开始可以指名道姓 那就以为就是杠上 那当然这个也是他们做了一个判断 就认为说 到2020 选举之前大概 两岸要谈的机会是零 应该是这样 其实蔡英文他的用语 比陈月扁要抽象很多 陈月扁是直接讲就是一边一国嘛 一中一台嘛 蔡英文从来没有这样讲话 他其实是讲说他 好像表面上是 对英国的做法表示欢迎 可是他也没有说我欢迎英国来设基地 他是说 维持狼海和平与通行自由的行动 我们表示欢迎 那这个到底是指哪件事啊 我觉得他的讲话都是这样 所以 你北京真的要 说他讲哪一句话 触到底线 坦白讲也抓不到 因为他不会不会讲说 我们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或者我们你前面那个表有讲到说 美国是不是有哪些行动 过了底线 那其实因为美 中美建交当初就有一条叫撤军嘛 所以你只要是军队跟军队的 扶上台面的正式合作都算 所以 刚刚那个天桌兄也讲啊 他一定是托制服的 或者是做顾问的 或者是台湾的参与是后勤式的 不是战斗的 不是公开的 不是正式 正式建制的 你如果都是这种实质的可是 然后没有正式建制 大陆也很难真的就用这个当理由啦 他可能会抗议 那抗议美国就说啊好了下次不会啦 那下次还很久啊下次 所以这个就是打打谈谈啊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刚刚我也提到 第一次点名蔡英文 所以媒体也放手就直接点蔡英文了 老师看直接点 把蔡英文名字点出来 这个严重心脏有多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定性 定性 定个调子 对 就是把它定性成台独分子 那这样子的话 就很难逆转 就是刚才天桌哥讲的 他列出极少数的台独分子列个表 他就被排上去了 以前大概好几个 大概半年多前好像 这个网路上传了一份这个名单嘛 对不对 第一号是李登辉嘛 然后等等等嘛 可是后来这个没有什么反应嘛 我们台湾的所有媒体都没有登 我特别看到 网路上有 网路上有 可是这个 这个平面媒体都没有登 那当然啦 那这个东西 这个我是觉得说 应该不能完全是空穴来风啦 你看现在那个军人不是 那个将领不是也又来讲了嘛 又说什么一定要惩治战犯嘛 现在意思就是说 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 真正的台面上的行动啊 以前大概都是属于台面下的 就是刚才天桌哥讲的 实质程序 对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把它扶上台面 那你现在这个扶上台面 那他 他就必须要有一些动作 对不对 那有些动作 那当然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很好的标的物 那现在反过来说 那因为 我们今年下半年 又进入选举 选举的这种 这个白热期了 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说蔡英文会不会再利用这种情况 来 博得 他自己的这个 支持度跟选票 那这个我倒觉得说 这个是可能 可能会引起两岸之间的这种 危机的一个 可能 一个一个一个 可能说一个一个机会 一个机 可能的这个 因为蔡英文是机会了 对 可能发生的这个点 那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要看 你北京这边 你能不能够 沉着住气 意思就是说他比如说 请美军这个什么 什么军舰来这边台湾停靠一下啦 或者说在太平岛做些什么事情啦 或者说是 防美啦 或者是等等等等 那像这些状况因为李登辉以前都做过 那都要美国备合 那当然啊 就是在美国备合的情况下 有一个说法 在民进党正式 提名总统候选人之前 大概在5月6月之前 有个时间的空档 这时候 陆方会强硬 但真正人选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稍微缩回去了 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吧 你看 不要去助选 九合一 九合一不是就这样吗 九合一前大概半年 他那个什么 基建绕台 全部都停了嘛 就没有了嘛 进入正式 那完了以后 就稍微停了 对 那完了以后 又来了 那所以说这一段 你刚刚讲的这个 等于说 今年的上半年 那就可能在外交啦 或是在其他地方 这个其他情况下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我觉得下半年 最大的变数是 防美 防美 这个事实上就是美国 坦白讲就是美国配合 因为 就是 现在两院对蔡英文 真的是很友好嘛 所以才会通过那个法案 那个area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会会不会邀请他去 这个坦白讲是不是下半年 最大的变数 我觉得 我觉得这段时期 最大的变化是南海 太平岛 那个台湾没有角色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在那边建公司 建很多东西 而且 蔡英文以前很少把 南海拿出来谈 而且南海唯一的 我们今天就去设想一件事情 万一哪一天 太平岛掉了 会有什么情况 掉来死手上 不是 问题是美国也在那里 美国在那里 美国要来救 绝对来不及处理的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在这条线上的时候 老公一直把他玩完毕 可是台湾都没有做什么事 台湾怎么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把那个太平岛现在已经在建那个雷达 那个雷达是可以跟 跟那个 跟那个太平洋美军司令部这个整个联通的雷达 那这个也要先扶上台面吵一吵了 不是 他在建 现在正在建当中 所以说为什么 蔡英文把这个南海问题抛出来 蔡英文以前没有不会抛这个问题 就像那个马英九那个笨的一塌糊涂人家早跟他提 结果他到最后来提是 为了博得他选票上的 蔡英文现在提出来 有他选票上的考量 也有他在选举布局里面的 暗卓 2019 观察点 就看天罗哥 讲的会不会真实的出现 博特领导离台湾真的太远了 好我们来说一篇回来继续聊就是美中的贸易战 有人说看起来迹象 这个缓和下来 可以安心的过个春节 但 真的如此吗 因为如果美中贸易真的缓和 下一步美方是否对于华为的 孟晚舟应该会稍微松手呢 但最近有个新的消息了 孟晚舟的麻烦比之前想的还更大 而透露讯息的又是 美国的媒体 美中贸易战停战90天 这期限马上过完春节之后就要到齐了 现在谈在北京看起来有些进展 美国的股票 也拉抬了起来 但来看一下这次双方在美国贸易署方面 释出来的会后的一个讯息 有人说这讯息的文字内容 我们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完之后发现 好像 友谈跟美台差不多了 因为都是重生在激川底的时候 习近平跟川普之间 达成了共识 那美国官员再次 向中方传达了川普致力于解决美中贸易的 逆差跟结构性的问题等等 但对于实质对哪些的品项的采购金额 到底多少 那完全没有任何的数字性 来三位来宾认为 真的在这次谈判北京之后 是朝 乐观的方向发展吗 如果乐观的话 帮我们举yes 不乐观 帮我们举个no 两位认为乐观 老师认为no 好我们来看这段时间媒体还有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如果 潜藏一些风险的话是什么呢 这是孟晚舟 华为 因为美中贸易战正要缓和下来的话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华为的问题了 孟晚舟现在被发现 路透找到了新证据 华为不只是违反了伊朗的制裁令 还在叙利亚开展业务 那接下来很有可能川普就正要执行引渡了 如果真的把孟晚舟引渡的话 看起来美中贸易 并不是那么乐观 老师你刚举拍一半一半对不对 一半一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现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对峙情况 是一种整体战以及持久战 所以整体战是说我们现在都在谈贸易战 其实这个贸易战底下还牵涉到的 这个层面太广太广了 包括你的科技战5G 包括你的这个军事战南海 包括你的这个文化战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比如说老共现在他觉得 他的这个制度可能还有相对的优势 你美国欧洲等等这些国家都搞得一团招 那如果说 这边的这个势力一直起来的话 会不会在文化上面 照样给你一些 这个很大的冲起 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体战 而且这个整体战呢 而且他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是跌宕起伏 有高有低 但是有时效期 那么GR60天快到齐了 所以说现在是 现在是比较好一点嘛 就是说因为前一阵子是这个 这个他有其中选举嘛 美国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他叫嚣得比较厉害 那现在其中选举完了 那他当然了就稍微的 比较低一点嘛 那等到再进入 选举期了以后 说不定他又把他提高了 然后呢再来 增加他的这个选票嘛 就是说等于外销转内销嘛 所以这些东西我是觉得是都是 可以考虑在里头的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我倒觉得说 他是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可是呢 隐性已经拔除 所以隐性的意思呢就是说 我要再升高的 这种隐性啊 可能就 稍微的打住了 可是你整体的问题是没解决的 而且这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美方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根本是说要你 革命啦 要你改制度啦 意思就是说你的 包括你的国家的补贴 包括你强迫技转 包括你的这个 电子的这种侦测啦 什么或者说 他老美的说法是说 所有字都有意见 对啊 所以说你等于说你要老共 根本就器械投降啦 那怎么可能嘛 不可能的事情 就科技战领会这一块美国是不可能会放手的啦 所以有人说在观察美洲贸易战的话 华为是绝对的指标 也就是说 北京当然希望这个事情赶快落幕 但看起来又新的讯息又爆发出来 所以这贸易战后续不会像 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么乐观 我这个程序要说明一下 美国是要在60天内提出申请引渡 它是12月1号发生的 所以最晚是1月底 可是问题是提出之后是可以上诉 孟晚舟必须就是你申请了 比如说美国然后加拿大批准 孟晚舟就没解不是啊 孟晚舟可以上诉啊 那一般人认为这个上诉至少要打一年以上 所以孟晚舟都已经在加拿大准备申请学校要就读啦 所以不是像你所讲的说叫摊牌啦 摊牌没有错啦 就是说美国要不要申请这是一个时间点 这是1月底嘛 因为川普可以下令司法部不要提出申请 这是他的行政权 那就看川普要不要给这个面子 如果这样算是美国的让步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超级好的消息 那可能 就因为我们过年是2月7号嘛 那股票就要大涨几天 那 目前看起来 做出这个可能性的机会不大 我认为不大 不然你不会看到陆续又发生一些事 像路透社 他在叙利亚也在做生意 然后他在波兰的高管 也突然之间被尖得罪 开始要抓你 我认为应该没那么好 刚刚我也透露一个讯息就是 原来国家联络人炒股票 比一般民主的炒股票厉害多了 还有多少的机器可以使用 因为 我们刚才看美中贸易的声明当中 并没有看到说 非常实质的一些采购的金额或者等等 没有 他顶多是重申了G20的时候 川普跟习近平达成一些共识 包括什么强制科技的技术的转让 就位财产权的保护 非关税币也等等 这以前都报过了 所以没有新的一个实质进展的情况之下 但讯息传出来 已经让美国股市连涨了5天了 所以拉抬股市很有用 帮川普抬轿有用 但最后点是 但为什么北京也 非常乐意配合这个声明稿呢 他当然 大陆也涨 除了大陆涨以外 前一阵子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但是大陆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 他只有一个发言口径 他不会有其他的乱出 乱出牌 那美国今天跟大陆最大的比较就是说 你的民主是他死掉的 他大陆看死你这个民主 那整个的美中贸易 只为了川普的连任嘛 整个的美中贸易只为了 只为了川普能够在 通俄门里面脱身嘛 就这么简单 他如果通俄门脱身不了的话 按照川普我们这一段时间观察下来 他绝对是一桩一桩做的 通俄门脱身不了的话 他根本就 没有所谓的连任问题 那么 如果他能够连任成功的话你看 他下一个一定是跟苏尔大作关系开始 他真正的投资最大的在苏联 所以就情报人员角度来看孟晚舟世界根本就是一个阴谋 专门就是帮川普做 很多他处理事情的一个 牌子 这是情报单位的功能